刚刚呢我们场上的女嘉宾呢 已经对我们的男嘉宾 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那我来问一下女嘉宾 是否愿意为我们的男嘉宾亮灯 请选择 谢谢 表现不错 您上场之前预计会有资料吗 没成想能有这么多 没成想能有这么多是吧 我们的这个所有场上的女嘉宾 都把灯亮给了你 我觉得对于你来说 真的是一种鼓励 在座的八位女嘉宾 你们非常优秀非常美丽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谢谢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男嘉宾 将为自己选择心动女嘉宾 那么在选择心动女嘉宾的同时呢 我们的系统呢 也是自动根据我们男嘉宾 择偶的条件 推选了一个制推女嘉宾 那么在稍后最后的环节 将会为您揭晓 好的 那么男嘉宾已经做出了 自己的选择 他选择的心动女嘉宾 会是谁呢 他选择的心动女嘉宾 就是 好 闲话上去 我们来看第一条短片 大家好 我是来自樱口的 我叫隋立红 今年60岁 在樱口就得吃海鲜 因为是特产嘛 我非常爱吃海鲜 而且还爱做 比方说 咱们炸点樱口特产的海鲜鱼啦 炉点咸虾划子啦 炸点青虾啦 而且做饭特别好吃 煎炒烹茶 一样一样都会 在做海鲜上我还可以 比如说炸个鱼啦 炖个鱼啦 煎个鱼啥的呀 这方面都可以的 蒸鱼也行 平时爱好愿意跑跑步 游游泳 我这些性格有点外向 实在心远特别听言劝 一定是听言劝吃饱饭嘛 但是我对我自个 认定的标准还是挺坚持的 因为我不想再走老路 我也挺喜欢小孩 如果咱们两个 要是可以的情况 互相帮你接个孩子 送个孩子都可以的 我现在退休了 但是呢还做一份工作 要不闲着干啥呀 工作可以打发打发寂寞 我想找一个温游贤惠 相互尊重 你是那个他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好 爱的选择 欢迎你 刚才通过短片呢 我们对我们的男嘉宾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这个生活在银口 银口的海鲜可老好吃 我想问一下 现场的几位女嘉宾 有没有爱吃海鲜 特别爱吃的 举手示意我一下 一号 二号 四号 五号 七号 八号 哎呀 这么多人爱吃海鲜 来 我想问一下一号 你爱吃什么样的海鲜 我比较爱吃螃蟹 爱吃螃蟹 还有皮皮虾 皮皮虾 你有什么不同的吗 吃海鲜我都爱吃 但是我吃不了多少 一样只能吃一口 那你能做吗 看着你的口味可以做 我什么都爱吃 但是你每样我就能吃一口 地帮蟹 那么老大 反正你就吃一口 好嘞 虾耙子这么大 我也吃一口 家里有矿 有门框 有门框 对对对对 那么其实我要接下来问一个 这个男嘉宾有点刁难的问题 在场上 今天下了节目 你只能请一位女嘉宾 去吃海鲜 你会请几号 有点性质 没问题可以回答 可以回答 你还请不要命 你还真请不要命 胆儿真那对大 四姐说了 胆儿了 那个四少女嘉宾 像她这样的拔个十六位 可以请几 没人一口吗 没人一口 把我女嘉宾都可以 都可以 看来还行 这个还知道不往坑里跳 还知道 男嘉宾有没有什么 想跟我们女嘉宾提问的问题 就你关心的问题可以问一下 你还给眼神了 给个特写给眼神 他飞谁来都没注意 飞飞好像这个方向 你问谁 你跟我说 小小谁跟我说 我想问问六号 想问六号 六号 来 如果我们两个就牵手在一起的话 你能是把家里操制得非常圆满 而且对外的事情 也处理得非常圆满吗 你不说你个家原活吗 这时候你喂 我最喜欢干净 我选择的那个对方 也是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喜欢干净 人家回答你了 最喜欢的 我的优点就是爱干净 爱干净 但是我不是解癖 但我爱干净 这样非常好 这样非常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场上的男女嘉宾 可能有一个地域上的一个差异 你要怎么调剂这个异地链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